您最近生活过得好吗 主计总处公布了 2021年底 我国美户的平均财富为 1638万元 前20%的平均财富是 5133万元 家庭总财富占了全体的 62.7% 后20%的家庭的 平均美户财富只有 77万元 家庭财富前后20%的差距 达到了66.9倍 上一次的统计是 1992年发布的 本户家庭的平均财富的 中位数是526万元 前20%与后20% 家庭的差距是16.8倍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差距 真的是扩大了许多 不过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主计总处强调了 是因为资料收集与统计方式 跟过去不同所导致的 不过由主计总处的统计也发现 台湾6成以上的财富 都在前20%的家庭手上 针对这个结果 国民党立委林德福 他就直询了 他说家庭财富的贫富差距扩大 政府是否应该要增加 社会福利的预算 并着手税制改革 来缓和贫富差距 采取贫富重分配的政策 对此主计长朱泽民 他就回应了 他说一般在做比较的时候 没有办法把最高的20% 跟最低的20%来做比较 只有台湾喜欢比较 有些国家最低的那一层 资产净值为负 再跟最负的那一层比较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职场上要比人更拼 更快才能成为赢家 或是喝 含武飞人参 火力续航 减糖更清爽 启动你的大胆想象 出奇制胜 启动能量以 黄金又风味新上市 Volvo V90 Cross Country 为经典启程 家庭财富最低的20%的金融负债 又高达了405万元 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做太多的财务杠杆的操作 资产增加又有限 而且这个负债 30年来增加了16倍左右 资产却只增加不到4倍 约3.8倍而已 显示说财务的杠杆真的很高 朱泽民更喊话了 要民众绝对要听金管会的话 来谨慎理财 但是这样的一句的说法 很多民众就不能接受了 痛批朱泽民根本就不知道 民间疾苦 立委赖世宝也批评了 他说朱泽民是在丑化穷人 难道没有想过穷人是要借钱过日子 有钱人是借钱炒方炒股票吗 不过睽違30年 主记总处也再次公布了家庭财富的分配统计 显示贫富差距扩大 外界就关注了下一次公布统计是什么时候 朱泽民则说这个统计不应该30年才公布一次 随着调查技术与大数据的发展 接下来会定期发布统计 四年做一次他认为很恰当 不过还是要看未来新政院及朱记长的看法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电价议题越演越烈 自从4月拍板张价之后 这阵子又陆续发生了跳电跟停电的状况 引起了不少的民怨 如今台电受到燃料成本上涨的影响 亏损是不但的扩大 行政院今天也将拍板 通过中央政府总预算追加预算案 预计拨补台电新台币1000亿元 希望借此减轻台电的负担 不过国际三大信评机构之一的标普全球评级 发布的最新报告当中就指出了 政府对大型非金融国营的企业部门的 较高曝险部位是台湾的财政地位受限了 目前台电的亏损是持续的增加 截至年底台电的总负债 在GDP中的占比大约为9% 尽管电价已经于近期调涨了 但仍然不足以支应能源的成本 只是立法院前天通过了决议动涨电价 经济部就回应了 目前电价的审议是以2015年的立法院决议 订定电价的公式 而且后续已经写入了法律 并依照电业法4649条来办理 对此国民党团的总招福贺他就说了 他说党团将于周五的院会抽出电业法 禁付二读 尽快完全修法 未来审议委员会提出来的电价 都有可能要经过立法院通过 才可以执行 同时也会动审经济部的预算 但经济部长王美华他就不太同意了 他说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台电 因为台电对稳定供电非常重要 也是民生的需要 此外俄务战争之后国际燃料成本大涨 台电吸收的成本造成了亏损 新电价实施之后主要是以出口的用电 大户调副比较大 如此依然能够降低对民生的冲击 王美华就说了调涨电价对台电来说非常的重要 如果没有办法调涨 对台电的财务将会有很大的影响 也不利于台电的稳定供电 不过今天行政院除了拍板这个之外 还不止考量到基层村里长的业务是非常的繁杂 以及在加强保障各县市议员助理的劳动权益 也将拍板增定发给村里长春节的慰劳金7.5万元 而且2015年的1月就会实施 代表2025年初就可以领到2024年的春节慰劳金 此外也将调高了全台县市议员助理的辅助费 总额最高达到30万元 但外界也有不少的杂音 有人认为是不是在看守内阁的最后阶段 想要再冲一波声量 但也有基层的里长认为非常的乐观启程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昨天是五一劳动节 五一行动联盟也发起了劳工大游行 诉求应该提高雇主心智 劳退6%的强制提交率 并向准总统赖金德喊话 提出了五大诉求 包含薪资提升要落实 工作权力要保障 急劳关系要升级 还有退休权益要安心 跟医护血汗要解决 对此劳动部也一一回应 他们强调说 关于劳退新制提交率下限 以及劳退的救治基础上限是否要调整 因为涉及到修法 所以劳动部将持续的搜集各界的意见 凝聚共识 而薪资提升的部分 劳动部也强调了 自2016年以来 其实政府每年都检讨了基本的工资 而且连续八年都有调涨 月薪的总调幅大约是37.3% 时薪总调幅已经达到52.5% 退休权益的部分劳动部也说了 会持续的拨补劳保的基金 以确保劳保的制度稳健运作 同时也已经呼吁了企业 如果有获利的话 应该要劳资共享 不过主记长朱泽民就说了 5月底会公布新的经济成长率的预估数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应该是谨慎乐观的 不过这个说法其实国民党立委赖世保 他就批评了 他说政府总是美化数字 我国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 但有三分之二的民众都领不到平均的薪资 因此他将提案修法 使新的投资公司或者是增贷的中小企业 给员工加薪的时候 减免的营业事业所得税 从130%增到200%增加企业为员工加薪的诱因 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也说了 台湾应该提升的是效率而不是工时 因此他也主张了 劳动节跟教师节都应该放假一天 不要有一家两制的混乱现象 而民众党也已经提出了相关的修正桥案 希望今年能够顺利的修法 民众党团的部分更提出了加薪三法 这三法究竟是哪些呢 包含了上市柜的公司薪资必须要透明 赚钱就要加薪 而且必须提供中小企业抵税作为加薪的诱因 而准总统赖清德也打出了过去民进党的政绩牌 包含了他说过去曾经调升基本工资 制定了最低工资法 以及维持劳保基金的稳健运作 赖清德也承诺了会持续打造更加友善的劳动环境 预近6月也会开始示范弹性的育婴假 未来也会将事情形有可能会再扩大育婴假的范围 不过其实12年前 前总统马英九刚上任的时候 劳工团体就办了一场劳工运动会 喊出了他们的诉求当为马英九总统的就职礼物 如今让赖清德上任在即 如何解决目前眼前所下的所有的劳工问题 或许就是他上任之后的一大挑战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推播资讯 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使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